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徐老师更是大学中文系 主任现在不当了 我教香港文学 香港文学四个文类 小说 散文 诗歌 戏剧 客观的说 真正两岸三地可以比拼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武侠小说 一个就是报纸专栏 而报纸专栏两个代表 一个是董桥 一个是陶桥 这个呢 我有一次开会 把两个人一起请来 事后他们说 有董桥跑来不大说话 他呢就说了一些话 跟王猛他们唱对待戏 后来他们有人跟我说 你不容易啊 他们两位是不同时出现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跟你这个坑挖的这么深 也是 就是说您这么大的这个学问文采 不敢 我想让你呢 帮我们考生啊 解答一道题 这个就是说2017高考不是这个落下帷幕吗 但是据说亿万考生还是热情不减 关注的什么呢 就是浙江语文试卷的一道作文的这个语文试卷的阅读理解题 叫一种美味的答案 我所以我先想你们两位就老师级的人嘛 你们怎么解这道题 这个首先呢 是一个叫拱高峰这么一人 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要照我个人的这点文才看呢 我还不觉得他小说 我很奇怪为什么选择他写的 我不觉得这个写的写的好 但是呢有深意据说啊 特别是呢 他这篇小说呢 简单来说 就是说啊 一家人特别穷 三个孩子 然后有一次呢 这个文章的作者吧 就是文章里的主角吧 就是这个老三吧 逮了条鱼 家里人很高兴 然后就说弄个汤 弄个汤 但是最后这个汤呢 据说还有点什么欧亨利式的 什么什么风格 我就不懂了啊 反正最后这个汤呢 大家就喝 然后又谈到了什么 这个老三呢 好像因为贫穷啊 上学还是不能上学的问题 最后呢 哎 这个这个汤里边原来没有鱼 是一个豆腐汤 哎 然后因为小说 有人说一个什么 我都不知道欧亨利式的结尾 是什么意思 翻转 翻转 欧亨利就是那个那个翻转 一个推士英文叫推士 对对对对 然后呢 你看啊 我给念这句话 这个阅读理解题就是说啊 他呢最后呢 就是说呃 这个得鱼的这个孩子 这个老三呢 最后呃 天柴火的时候 天第二把柴火的时候 抓着了一个黏黏软软的东西 凑到灶前的火光里 一看是那条鱼从锅里蹦到地面 就这鱼从锅里蹦到早已经蹦到地上了 然后呢 他显然已经超越了极限 现在这个条鱼啊 早已经死了 只是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 那么题目就是请你理解一下 诡异的光是什么意思 陶老师 你是考生怎么做这个题 你觉得这个诡异的光该怎么理解 这个题目呢 就是说我认为出的非常的聪明 主要是考 不光是考那个学生的语文的能力 理解的水平 而考他的性格 你怎么看这件事 然后你怎么看这个锅里 跳出来那条鱼 这条鱼为什么从锅里跳出来 为什么死了以后 那还这么瞪着眼 然后那个目光让你觉得诡异 甚至心寒 所以在网上大家也出示了一下 这个帮助咱们理解 这不是高考试剧里的 这是网友配的 诡异的光 然后呢 这个小说原作者 龚高峰本人呢 也是悲喜交加 他说他这几天也在答这道题 跟标准答案 你看下一个 跟标准答案 他说有80%吻合 他还觉得这个高考这个老师啊 还挺理解他这篇文章 你看他这标准答案没出来 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 我哪里知道结尾有什么意义 只能告诉你们 鱼这样蹦出来的 闪着诡异的光 陶老师你接着解读 因为这个文章是写得好的 因为这是文学 文学呢 这里头呢 是隐喻 是象征 从一件小事 无限延伸 这大家理解 这个这条题啊 不要 广是看他的文字里头写了什么 说要看他文字以外 没有说什么 没有说什么 那个空白 那个留白 就是答案了 你自己 我觉得 这么答题 您也是白卷啊 我不会这么答 我是因为我要这么答呢 我会这么答呢 这么答 刚才这个不是答案 刚才这个是 我也不写了 这个是个指导 就是一种提示 你去想想 对 这为什么 奥亨利说 首先 这个鱼汤 大家都以为 这个里头有鱼 对 这一捞 这里头有豆腐 结果怎么没鱼呢 鱼盗出去了 这个也是一个嫌疑 嫌疑 鱼到哪去呢 是不是父母呢 撒谎呢 还是家里穷呢 原来发现鱼在别的地方 我们从前考试中国人科举 礼乐龙门 一登龙门 升价十倍 这个鲼在中国人文的传统里头 啊 鲼跳龙门 对 这意味着考上大学 知识分子 读书人 人往高处 这得要跳出去 这个跳 不是跳到锅里 外面 是河里头跳个龙门 对 一跳龙门呢 就到了皇帝的身边 官拜汉林 光宗要煮了 但跟这条草鱼有什么关系呢 哎呀 这个鱼可怜啊 它没在河里游啊 它被人给逮着了 锅里了 在锅里头了 在锅里头 可是这条鱼 它跟别的鱼不一样了 它有性格 到锅里 它不甘心接受 成为盆中餐 汤 这个碗中汤 这个命运 还得跳 是悲剧英雄 在求生的挣扎 对 求生的挣扎 当然 它求生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这个锅 还有个厨房 淤金落斧 成何一 这个你这个命运 你是逃避不了 但是 它在要命的关头 它为了一种尊严 或者是使命感 还是给那么崩了一下子 虽然失败了 还是不甘心 但是 它尽了一条生命的 这个责任 听了 我告诉您 您绝对拿不了几分 拿不了吗 它跟标准答案不在一样 你跟标准答案 才对 标准 我跟你说 标准 不是 我带 这陶老师有猜 我问题是 为什么要需要标准答案 当然改考卷 改考卷 我这个答案 为什么不能成立 你这个答案 你碰到是始终可 人家考试委员会定 对 你看标准答案是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 鱼汤或仅仅是对鱼汤的渴望 变成了一种美味 这标准答案很愚蠢 二 围绕鱼汤的烹制 是一家人的快乐 亲情和希望的酝酿 这种美味 处于生活重负下的情感美味 弥足珍贵 我觉得他这标准答案 还真不如陶老师的答案 三 在此过程中 他由天真懵懂到触通人士 是自我的一次重要发现与成长 更是能够滋养一生的特殊美味 这是什么 所以我说不是考语文吗 是考学生的性格吗 对不对 你要照着这种标准答案 乖乖的 我认同您的答案 我要接着您那说 我还能说这是一种隐喻 因为他这个贫寒之家 他们吃喝汤的时候 喝而不知其味 是因为话题有反转 就本来老三能上高校 可能是因为穷的原因 好像是上不了了 这像不像是一条鱼 在他那个艰苦的农村环境里 他也想挣扎 但是挣扎蹦出来 结果又是怎样 是吧 里头是 这个肯定是作者的原因 肯定是作者的原因 隐喻他对前途的这么一种 是吗 当然 徐老师 或者不是这么解啊 或者比较靠近这个标准答案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一顿美餐 说明这家人家穷 就是说平常吃不到鱼 所以吃个鱼是变成一件大事 这个是这篇文章的一个注定 那什么叫诡异的眼光 对 诡异的光是什么 反讽啊 这一家人围着这个鱼汤 折腾了那么一大圈 人性家庭关系都暴露了 但是实际上呢 鱼根本没吃到 所以这个诡异的目光呢 他的大概的意思就在嘲讽 你这一家啊 其实就是一种想望 而实际 他这个欧海瑞翻转 就像项链 莫泼桑的项链 最后的礼物 麦奇的礼物 你像欧海瑞的 就是一男一女 两个人礼物 当然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卖掉 然后买了一个 一个是一个口琴啊 还有一个头发什么东西 最后送过去 对方都已经没这个东西了 这翻转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讽 对 他最后其实这个鱼还没吃到 但是只要脑子里想的是这个鱼呢 这一家人已经是这么开心啊 或者弄出了很多矛盾 这也是对于味觉哲学的一次研究 所以他的意思呢 我觉得他表面的意思就是吃鱼没成功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呢 他用这个鱼的美味呢 来象征家庭冷暖 家庭里面的关系 这是他第二层 陶杰讲的是第三层 因为这个鱼跳出锅子的 还有一种穷人家要往上的 象征意义 这个完全成立的 这也可能这个拱的 这个作者的都没想到的 我的解读是什么呢 跟你们都不同 我认为呢 他是点出了一个哲理 就是欺不如窃 窃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他吃了个豆腐汤 但他以为是鱼汤 所以他真的就觉得比鱼汤还要美味 实际上没偷着吗 鱼没在里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这个构思呢 其实跟我刚才讲的项链是相通的 就是一个项链 这个故事最后是个不值钱的嘛 是一个假的嘛 他借去了嘛 借去掉了嘛 掉了以后 花了一辈子的努力来还这笔钱 等到还完了 人都老了 那个人告诉他 哎呀 那条项链是假的 所以他是一个穷的人呢 拿到了一个自以为是富贵的东西 然后未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是最后说是假的 但是呢 徐老师我再较真 就说人家出的这个题说的是 别的你说的 咱们说的都对 这个诡异的光 怎么理解 诡异的光就是反讽啊 就是这个鱼 所有这个事情都是 就是不真实啊 就是一个反讽啊 我自己呢 是不大喜欢 这一类的考试题目的 说实在话 我比较喜欢的是 那种比方说预测 有现在某一个地方的一个考题啊 就是预测两个字 就是那种 简单一点 简单 然后大家都可以发挥 而且呢 考 你说大学考试啊 不是考文学硕士啊 不是考博士啊 就是 很多人可能将来 又不做文学的 他们就学数学 学别的东西 最主要是 他有一个正常的语文表现能力 这个是最重要 你不要犯语法错误 你能把你的意思表达清楚 做文嘛 就是这个作用 像这种题目呢 你碰到厉害的人呢 就非常好 但是呢 有的学生呢 这个里边最关键的一条 如果你一开始 没看懂这个故事 这个鱼汤没吃着 这个情节 要是没拿到的话 你根本无法评论 你根本 你标准答案一点都 一点都凑不上 所以我就发现呢 他这个语文的考题啊 他出的不可能精确 但是他又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这就是一个矛盾 比方说啊 咱们就顾名思义 咱到最文笔上讲 那么他问的就是说 为什么是诡异的光 徐老师您看您的解释 比他的文章写的好 很多时候我都发现 文学评论家 比这个文章说的好 这个诡异 就好在诡异这两个字 因为它引起无限的想象 跟这个揣测 到最后 这个诡异的眼光 为什么诡异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这是一种 魔幻小说的风格 魔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很反对说 昨文题目啊 要有什么标准答案 像徐老师说 你不要管我怎么诠释 我总之我五百字 一千字写下来 这个文具精通 而且逻辑分明 有我的看法 我为什么要这个结论 我当中列举什么证据 或者我去引呢 这个好莱坞电影 叫飞跃杜鹃窝 来协助我来 这个达成这个结论 你这个你老师 你管我干嘛 对不对 为什么说我这个不标准 你看红楼梦 红楼梦的标准答案是什么 是闺秀小说呢 还是政治小说呢 还是讲这个生死兴衰的 这个道家的老庄的小说 红楼梦 曹雪芹自己就说出标准答案了 兜云作者吃啊 水解其中味 不能是表 但所以你看 我为什么说 我这个诡异的光很有意思 他把这个原作者自己啊 都逼得要解释 比方说这个像 这个像拱高峰 我怎么管他叫米高峰 拱高峰 这个作者自己看见这个题之后 哎 他觉得 他说这个诡异的光啊 实在没有什么实际 实质意义 他也弄不懂 为什么大家都把点放在这个诡异的光 他说 可能他们是找着一个点 宣泄某种情绪 这个符合我的认知 因为呢 文学上有些东西啊 不能解释 我记得啊 有一个人是于平博呀 还是谁呀 我忘记了 他在评价一个什么唐诗诵词的时候 他用到 他说这个写到最高境界啊 他就是 他用了一种说法 他说文字啊 到了那种最高点的时候 经常是就是光明迷离当中的一点模糊 就是比如说啊 咱们有些地方 过去有句话叫诗无打鼓 诗无打鼓 就说这个诗啊 包括这个形容性的东西 你是不能做那种所谓很精确的理解的 比方说 流水落花 春去也 天上人间 你发现没有 以此为题写一个八百字的 最后他就写北京的那个夜总会了 对对对 是说天上人间 你指的是什么 你当然你可以说 说的是一个是天上 一个是人间 但这样啊 没有失位了 他就是顺着这个语流 顺着这个情感 顺着一切的一种 好像有一种脉动 你知道吗 流水落花生气也达到高潮 天上人间 此可亦会 此中有真意欲辩亦亡言 对 就是这个亦会 我再举个例子 三国演义 这里头有一回 这个吕布打败仗了 曹操把他俘虏了 曹操呢 想把吕布给杀掉 吕布说 你不要杀我 我可以投奔在你曹操名下 凭您这个谋略 加我这个武财 我跟你统一天下 这个曹操一听 问旁边那个刘备 就问两个字 何如 意思就是说 刘备你听啊 你觉得怎么样啊 你觉得怎么样 刘备呢 就这样子就说 这个吕布 你看他杀董庄 他是三性加奴 他投奔过两个组织 两个后来他都反水了 杀了 对 你如果把他收容到旗下 你怎么看 他将来有一天会烦你 曹操就说 好 你说的对 杀了 问题是 曹操问那两个字 何如 他是真正不知道 来问那个刘备的意见呢 还是他心里早就知道 吕布是什么东西 来试探刘备 如果刘备说 这个人你应该用 曹就说 你想害我死 你想害我 对 但是也许曹操当时是不知道 也许当时曹操是没有主意 去问刘备 也许当时在试探刘备 所以刘备马上就要判断 这个曹操是不是在试探我 所以虽然这个吕布原文涉及 那一回曾经救过刘备 刘备非得王恩负义不可 所以就看你怎么看曹操这个何如 这两个字 文学逼平 这能写出一篇文章 当然了 但是如果三会演义 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那我问你 就没人看了 当时罗冠中写这个何如啊 他怎么说 这个曹操的动机是什么呢 是试探呢 还是真正心里没敌呢 所以标准答案在哪 有争议 欲变已忘 那新批评的说法 就文学当中的未确定性呢 是他的好处 对 而且是他的美感 就是专门有本书 含混七种 对 我们把它翻成叫朦胧 7 types of ambiguity 是一个好处 就是你看不清楚 但是我想跟你们这个唱个反调 我们现在不是讲文学创作 文学创作它讲的完全对 我们在想的是一个考试制度 一个作文 这我做老师的 我有体会 考试的题目啊 我刚才讲了一种题目 对学生来说 就是发挥的题目 很好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像猜谜一样的题目 对学生来说 发挥的题目是好 可是你说 改考卷的人呢 就希望猜谜一样的题目 这个是如果考文学 这个可以 但是考中国语文写作 不需要 就是大学入学考试 因为改考卷的人呢 不都是文学家 批评家 对 很多人可能连大学教师 专业都没有 他就流水线上的 所以他到时候又要对 里面有1234566 讲到了没有 讲到了没有 讲到了 多少分 这个批评这样的一个作业 你讲的是一个精品 那当然是大家这个 欲辩欲妄言 可是你考试的时候 你问下面的那些 平分的人怎么办 所以这个非常矛盾 我自己出考卷 那我觉得这种考试导向 会钳制考生的思想 对 会给他们制造 有点精神上的教训 对啊 但是这就是制造工业 这个就是这个教育体系 这就是流水线 沧海遗珠 事所难免 但是现在我们今天是一个 流水作业的工业时代 对 得要官僚 这没办法 你说什么性子 不是我们上次讨论过吗 天才你现在有点敬意 来应付他的流水线 以后你来发挥你的天才 你看梁文道 也不好好读学位的 陶杰也不到大学教书的 没错 这些材质 但是材质要考试的话 擦擦 从刚才他这个答案就看得出来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没办法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跟这个作者一样有点搞不懂 就为什么要在诡异这两字做文章 因为有的时候文学写作 他使用某一个词是为了意境或者说气氛 不见得说这个诡异已经讽刺了谁或者是干嘛 有时候用这个词啊 那种意境全出 那再像画家画画一样 一下子那种画面感那种人意 你像那个鱼 啪死了跳出来 一种诡异的光 你感觉到那种意境 你感觉了 他没有更多的 不用解释 像李商隐的两句 这个城市寺寺寺寺金静案 段无消息石流红 这个石流为什么会红 金静会什么案 这到底你想说什么 他就把一个系列的异象排列起来 后面这个作者诗人想表达什么 不明说 所以他叫吴提 吴提是后世的人 不同的人 男人女人 解释太多了 所以这诡异好就好在这两个字 对 我认为这诡异里头有悲哀啊 有不甘心啊 有悲剧啊 或者有的是叫荒谬啊 或者是可笑也可以 加起来 诡异 为什么不行 陶杰的点评啊 把这篇文章升华了 所以我就说 他评的比这文章写的好 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 文学当中的未确定性 这个新批评的一个理论 但新批评还有另外一个理论 叫作者已死 你知道吧 所以他现在找活着的作者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假定这个作者 对这个作品 有一个像父母对子女一样的发言 权威 权威 其实不一定的 文学批评是完全 比方说你讲的 我就是为了这家人家的穷 陶杰看出这个鱼跳出来 象征着穷人家想要往上 这个也许是个拱高峰的潜意识 他自己都不知道 写了这个东西 你明白 文学 好的文学评论啊 就是会指出作家不意识的东西 没错 所以你最好啊 就不要找还活着的作者 因为他出来的话 人家怎么办呢 你一讲于秋雨 于秋雨来说一二三四五 下面的人就呆掉了吧 对不对 等于这个雪山飞湖 没有结局 老是问金庸老爷子 啊 这个什么什么 那个苗仁凤 胡飞 啊 那最后那一刀 砍下去了 没有 金庸呢 死都不说 啊 我留这个空白是故意的嘛 这空白就是留给以后三百年的读者不断的争议 而在争议里头就这个作者金庸这个金牌名字以后就保鲜了 所以啊 等于红楼梦一样 所以你知道 争议到今天 莎士比亚的身份争议到今天 所以文学您说的这个不确定性未知性啊 其实特别能培养人的情商 我现在就感觉到啊 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工具性的社会啊 哎 我也可能是我的偏见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社会里啊 会错意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嗯 就是其实就是对于 你看人跟人之间呢 你现在发现有时候小两口啊 那个误解啊 我说的什么 哎 我我本来说要去跟他做做工作 你不是 你是出去要乱搞女人 就是他这个 我总认为 人人有的时候啊 就是你一说什么 我就知道你背后的意思 我现在觉得 特别是在一些年轻人身上 我就经常发现 他们互相会错意的情况 非是因为独生子女吗 中国社会是这样 领导跟你道文涛说 这个节目 你看着办 什么叫看着办 这就靠情商 什么叫看着办 领会 你把陶姐请来 你看着办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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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